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书 真是怨念 我们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啊 那封家书只有土行孙看过 平时他总是不信我 你跟他熟 你帮我问问他 我已经帮你问过他了 他很认真 很认真地回答我 他说封家书只写了三个字 三个字 什么三个字 哪三个字 那就是 娘子我了 娘子我 没有了 一定还有的 你快告诉我 年郎 你要快快长大 年郎啊 小眼眯眯的 简直太像他爹了 对了 娘啊 不知道杨简有没有收到那封家书呢 那封家书呢 我是托人把它送出去了 但是呢 能不能送到杨简手上 娘就可真不知道了 那倒是 他们在打仗就无定所 要找一个人 我看是挺难的 希望他能收到那封家书 盈儿啊 你不要这么担心啊 不过 不过 我还有另外一个心愿 我想带念郎去见我爹 娘觉得怎么样 又不是不知道你爹的牛脾气 我看还是算了 那倒是 爹一直都不肯接受我的婚事 但不管怎么说 娘也是他的外孙 就算爹不认他 那他老人家也应该见一见啊 话是这么说 可是 如果 如果我爹他不知道念郎是杨简的骨肉 不就行了 娘 娘啊 你就再帮我一次嘛 好吧好吧 那就等你爹出征之后 娘就找一个好的机会 让他们爷孙俩见见面了 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老爷啊 你在看兵书啊 你看看这个孩子啊 眼睛圆圆的小脸呢 还白里头红飞嘟嘟 还有啊 小手呢就软绵绵滑滑的多可爱啊 你看 我夸他啊 等一下他还会笑呢 你把谁家的孩子抱回来了 哦 没有 这个孩子呢 是我娘家一个侄子的嘛 刚好今天呢 她带孩子经过这里 那我看这个孩子 长得这么可爱 就抱过来玩玩了 老爷 你也过来抱抱他吧 乖乖乖 老爷 你把人家孩子 抱到哪儿去啊 老爷 老爷 孩子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野种是谁生的 跟他浑大爹长得一样 肯定就是那死丫头生的 你这死丫头 还跑回来干什么 她是我们的女儿嘛 你怎么这样说她 我还没骂你呢 趁我不在家 偷偷帮这个死丫头送家书 爹 那份家书 是不是交给杨姐了 你别指望了 那份家书我早就扔掉了 你扔掉了 我告诉你们 谁在帮这个死丫头 送什么家书送什么口信 我就把她头砍下来 老爷 你这干什么嘛 女儿又不是跟你 有什么深仇大恨 她也是一条口信 住口 进去 老爷 走啊 老爷 老爷 你 相公 假如你在梦中 见到一块小小的红布 你不要害怕 为什么红布会无缘无故 进入你的梦里 因为这红布 是你娘子送给你的一封家书 万水千山 希望它可以飞到你的手上 相公 自从你去打仗之后 每一天我都在想你 心里面有好多好多话 想跟你说 行军打仗一定很辛苦 你也一定受了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相公 我给你生了个孩子 是个儿子 又白又胖 很可爱啊 你知不知道我多傻 有一次我做梦 梦见你做了天兵天将 英勇杀敌 威风凛凛 于是我就给我们的孩儿 起了个名字 叫做念郎 相公 你有没有梦见过我 念郎他很快很听话 有时我唱歌给他听 他就睁大眼睛看着我 好像很开心 好像在盼他爹快点回来似的 但是我知道你行军打仗 不会这么快回来跟我们团聚的 我和念郎过得很好 左邻右舍都很照顾我们 相公啊 你要保重 虽然我们风格两地 我不能亲口对你说 但是我的心里话 已经全都写在红布上了 为盼苍天友情 将这块红布送到你的手上 我和念郎 会默默地等着你回来 好好保重 愿路上平安 勿念 娘子 爷儿子 不火了呢 带我回朝阁啊 求求你啊 殷大婶 你这么大声啊 会把所有的人都吵醒啊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就是琵琶妖怪那件事呢 搞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要回朝阁去看看啊 要不要告诉哪吒 你说呢 他知道的话 会跟着我回朝阁 把那里搞得鸡犬不宁 那你快去快回吧 我在这儿等你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很快就回来 你去睡吧 行了 回去睡吧 记住啊 别告诉哪吒知不知道啊 你自己小心点啊 风火轮呢 出发了啊 把这碗莲子百合枸杞水喝了吧 明目的 养颜的 琵琶 你先吃哪个 为父为你啊 不要啊 不吃啊 什么都不吃啊 你们好烦啊 这怎么行啊 这个又不喝 那个又不吃 现在啊 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怎么比以前吃的还少 你们这些三姑六婆 整天这么围着我 今天吃这个 明天又要吃那个 好烦啊 好烦啊 我们全都是为你好啊 你不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嘛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的胎气啊 娘啊 你要不要找个大夫替她看一看 宫中的御医跟我很熟的 大哥呀 你嘟嘟囊囊 啰啰嗦嗦的干什么呀 本来就是啊 自从琵琶有了身孕之后 我还没见到笑过呢 一天到晚都黑着个脸 动不动就发脾气 别人有了身孕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 哎呀 真是的 你知道什么呀 你大个肚子吗 以前呢 娘怀你的时候呢 我的脾气啊 比琵琶现在还坏几十倍呢 现在琵琶这样算是不错了 琵琶哦 大哥啊 既然你这么空 干脆过去挑燕无毛吧 这样啊 是啊 去吧去吧 叫下人去挑不就行了 那可不一样啊 你会用心挑的嘛 你也不想将来儿子生出来 哦 是吃鸟毛长大的 还有啊 你挑呢 煮出来的东西 琵琶吃得特别香的 哦 这样 那 那我进去挑毛了 去吧 去吧 琵琶 不要发脾气啊 娘 别生气啊 娘 静哥 静哥 小娘 你怎么会在这儿 哎呀 儿子说的是不是真的 琵琶是不是妖精啊 哎呀 你别听他乱说了 如果他是妖精啊 又怎么会生孩子呢 现在琵琶怀孕三个月了 我们李府啊 很久没办过喜事了 哎呀 他有了 喂 第一胎啊 你叫他小心啊 知不知道啊 知道了 现在三姑六婆天天陪着他 把他当宝贝一样啊 哎 你就收拾他的脾气 是大了一样的 哎呀 是这样的 怀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以前不也这样啊 迁就一下就没事了 迁就当然要迁就了 现在他比大王还厉害啊 哎呀 我老是觉得 如果他脾气这么坏的话 哎 你说会不会 是个女儿啊 怀的女儿通常会刁蛮一点 哎呀 来吧 挑一窝毛不是这样的 我帮你帮 哎呀 不要了 要是被琵琶知道 你挑的话呢 他一定会不高兴的 你也别待太久了 如果让琵琶看见了 又会骂我了 你走走走 哎 你等等啊 等等啊 琴琶 哎 干什么 师娘你拿只鸽子来 是要给琵琶吃的 不是啊 你有事找我的话呢 就飞鸽传书给我 知不知道啊 哦 别把他红烧吃了啊 哦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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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走啊 好 走了 嗯 嗯 你别喝这么多酒了 你看看你 这么好的美酒 就跟喝药一样 姐姐啊 我真的好怕啊 你也知道 我的肚子是假的了 谁越怀胎啊 到时候不知道 生个什么出来给琴琶 我们是妖精吗 如果他不要你了 你就回来这里做妖精 干嘛要为了一个男人 这么折磨自己呢 姐姐啊 你不会懂的 我真的很喜欢琴琶的 姐姐 你的修行这么高 不如你帮我啊 不如你施法 施法给我一个胎儿 好不好啊 好啊 真的 如果妖精 也可以生孩子的话呢 那 是人都能做妖精了 就不用做人了 你说是不是 哎呀 姐姐啊 你别开玩笑了 我真的好怕啊 你知不知道他们呢 全都是三姑六婆 一会儿拉我去拜神 一会儿拉我去安胎 到时候啊 如果穿帮了 这肚子是假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姐姐啊 你快点帮我想想办法 我求求你啊 你看看你啊 照我说呢 就应该今朝有酒 今朝醉 先喝了这杯酒 慢慢再想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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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逢乱世 周文王召集一师之后 不断征战 先后攻陷四水关 戒牌关 辽关 还有银铜关 由于杨检以仁义之心 治军 人民称他的大军 为仁义之势 赵王不知大祸将至 依然沉迷美色 只关心造露台的事 朝廷的大权 就落在打几的手中 宫中大臣 纷纷向赵王上书 请求与周文王议和 可惜朝廷满步打击的耳目 奏折未到周王手中 官员就已经先遭袍落 短短两个月之中 被害的官员就有106人 另一方面 江子牙除了指挥杨检的军队之外 自己在冀州的军队 就一直按兵不动 哪吒屡次请英 他都不答应 反而每晚夜观星象 似乎期待着一件 重大事情的来临 谁啊 原来是妹妹来了 不 不好意思 我吵醒你了 姐姐 你怎么了 妹妹 怎么你脸色这么苍白 你的手也在发抖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对了 我炖了点红莲烟 我给你补身啊 妹妹你这么久没来看我 不会光是送汤 这么简单吧 王后和其他贵妃姐姐 全都在御花园里赏花 他们说 有事要和你商量 苏贵妃参见王后 妹妹不必多礼 坐吧 不知道王后这么急 召妹妹来有什么事呢 我看今天天气这么好 而且我们几姐妹 好像很久没坐在一起闲聊了 所以就 王后 大家都是女人 用不着拐弯抹角了 有什么事你不妨直说 妹妹你果然是聪明过人 难怪这么得大王欢心 不过妹妹你应该知道 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 而你天天都要大王陪你 争搁竹色 弄着精神萎靡 试问大王 又怎么有精神日理万机呢 王后你的意思是 我是想请妹妹你 劝劝大王 应以国事为重啊 王后 你跟大王是二十载夫妻之情 而杨贵妃又是以前大王 最得宠的妃子 而我 只不过是刚刚进宫的贵妃而已 我哪有资格跟大王说呀 但是现在大王见得最多的 就是妹妹你吗 怎么王后你很久没见大王了吗 大王他也真是的 他说非要到迎香宫才能睡得着 这怎么办 但是 如果要妹妹逼大王到你那儿去的话 这样又好像不太好呀 要不这样吧 不如王后你搬到妹妹的迎香宫里住 这样每天都可以见到大王了 而且又可以尽年归劝 妹妹天生愚蠢 就只想到这个办法 妹妹 现在国难当前 就当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怎么这句话这么熟啊 曾几何时 不知道谁说过呢 当时 王后你又是怎么对妹妹我呢 够了 别给你连你不要 你住嘴 王后 妹妹还有很多奏章要批呢 我看妹妹还是先行告退的 看看她 这么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杨贵妃就不信 她有什么手段这么厉害 可以把大王的心绑一辈子 妹妹 你太冲动了 万一被她听见有什么好呢 王后啊 你干嘛这么怕她 你才是国母嘛 况且你跟大王有二十载的夫妻情义 难道还怕她区区一个小贵妃吗 有探子回报 周文王已经攻陷四个城关 战且驻守在孟金 等兵士修生养兮之后 再挥军进宫 同时杨贱 也连同四大诸侯 集结十万大兵 向东前进 随时准备左右加工大商国境 美人 你真的在这儿啊 微臣寇敬大王 臣妾寇敬大王 行了行了行了 美人 今晚孤王九星大发 来来来 陪孤王去湛星楼观星赏乐 今晚阴云碧月 何来月色赏呢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陪孤王去酒吃肉林 再通饮三杯 虽无月色可赏 但是爱妃你的美色 一样那么醉人心仪啊 大王啊 干脆等臣妾看完这些奏折 再陪你吧 你先去 那好吧 我在朕星楼等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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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酒吃肉林 会有个民女在这儿啊 你究竟是谁 民女杨玉琴参见大王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哈哈哈哈 一切就依国师你的意思去做 继续派探子 严密监视敌军的一举一动 是 娘娘 都在参见娘娘 重要做事 那是什么事 做事 要做事 而且要做事 要做事 有什么事 要做事 也许说 你能做事 第二弹 可爱 你能做事 对 解 好喝 好喝 大王 不如你来捉我 捉你 有意思 有意思 你还想跑你 你往哪儿跑你 我捉到你了 你快来啊 我捉你 往哪儿跑你 往哪儿跑 没人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大王不在臣妾身边 臣妾如何睡得着呢 都是姑王不好 刚才姑王在酒池肉林那儿等你 那儿风很大 所以姑王就饮酒驱寒了 可能 喝多了一点 我就睡着了 幸好你没来啊 那大王真是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大王你怎么了 没事吧 不知道为什么 好似有很多支箭 一起射中我脖子似的 江桓 奴太在 快去叫御医来 看看大王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奴太遵命 大王你怎么样 你不要吓我 你快点坐下来 怎么样 没事吧 娘娘 微臣有事求尽 神公报 你来得正好 你快点过来看看大王到底怎么了 是 大王你哪儿不舒服 我浑身都不舒服 好像被很多支箭一起射中似的 是吗 让微臣掐指碎一碎 大王你好像是中邪了 你刚才去过哪儿 刚才 刚才 刚才我去过九池肉林 除了九池肉林 你还去过哪儿 大王 你要说真话 不然国师也帮不了你 我 我刚才离开的九池肉林 走出灰廊 我到杨贵妃的寝宫那儿 待了会儿 杨贵妃呢 是啊 我去完她那儿就到你这儿来了 哪儿都没去过 看来杨贵妃 有很大问题 不会的 杨贵妃她十三岁近空 品性纯良 她绝不会用邪术来害孤王的 大王 前妾有件事 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什么事 你说吧 艾飞 前几天 我在御花园里 看到杨贵妃 跟一个道士 在那儿聊了很久 我偷偷地看了看那个道士 我看到那个道士满点妖气 我心里简直不寒而栗啊 大王 到底什么事啊 搜 是 大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想找什么呀 住口 给我站到一边 好 好 大王 搜到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为什么孤王的生辰八字在上面 大王 你中了邪术了 大王的龙体 无辜刺痛的地方 正是这个稻草人身上 所占银针之处 大王 杨贵妃真的懂得蛮夷 邪将之术 原来这些就是你所谓的手段 你可真危险啊你 大王 这个贱人竟敢谋害国王 冤枉啊 大王 大王 来 是 大王 把他带走 走 大王 冤枉啊 臣妾没有做过 臣妾什么都不知道大王 大王 大王 大王乃九五之宗 天之骄子 杨贵妃 你用妖术来加害大王 可知罪过 我根本没做过 我没罪 死到临头 还不去悔改 这次算是你赢了 你也用不着这么开心啊 就算我死了做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每晚都会来找你的 是吗 不过我怕你做了鬼之后 太难看我认不出你 大吉 你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放肆 你这个贱人竟敢随便骂我的爱妃 你这个婚君 早晚你会被贱女人害死的 退下去 是 大王 大王 饶命啊 大王 臣妾不敢了 我不想死的大王饶命啊 那你现在认不认罪啊 我认罪 我认罪 臣妾什么都认了 大王乃是九五之尊 杨贵妃你加害于大王 就是逆天而行 与天为敌 所以要用最严厉的惩罚 以敬效应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刑罚 就叫菜盆 杨贵妃 杨贵妃 救救你 你放了我 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都不敢了 就算为能为命 我也无所谓 你早点认罪 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好 我知道了 把他推下去 把他推下去 大王 杨贵妃呢 姐姐 杨贵妃她怎么了 在中国历朝之中 论刑罚之残酷 以商朝为罪 共十三种之多 而菜盆 是专门用来对付犯罪的三宫六院 或者那些女流之辈 王后 我刚才梦见有好多蛇 有好多好多蛇 杨贵妃身上有好多蛇 那却妃一直在咬她 咬得她好疼 讲得好劲 我好害她 不要看你一乡 那却妃的字都好惨啊 我好 宁香啊 万事都有我在这儿呢 你镇定点 你姐姐虽然歹毒 但是 你们到底是亲生姊妹啊 而且从小相依为命 她怎么都不会加害于你的 今时不同往日了 我好怕 好怕噩梦会成真 一语会成真呢 我怕 什么噩梦长真 一语长衬呢 我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真的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 我 我前几天 看见姐姐的狐狸尾巴 你说什么 前几天 我到银香宫那儿去找我姐姐 她刚好在吴婿 我就看 我就看见她后面楼出一条狐狸尾巴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 对了 我爹曾经说过 姐姐出生的时候 有些奇怪的景象出现 爹知道 西伯侯的先天眼卦 非常灵验 所以就找侯爷 替姐姐占了一只卦 令大商父王 难怪当日西伯侯 那么反对打起进宫了 原来她真的是妖孽啊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这场灾祸发生 我要找个亲信 亲自给江子牙送一封信 希望她暂时按兵不动 而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 诛灭打几 然后再和江子牙议和 诛灭姐姐 不行啊 王后不行 林香啊 你理智一点 理智一点 她是狐狸精 我们是人啊 人妖不两立 为了天下的苍生 你怎么都要大义灭亲了 但是我们两个 怎么跟妖精斗啊 我们是普通人 当然斗不过她了 不过我知道当今世上 有一个人可以对付她 是谁啊 一个有玲珑七窍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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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辉军直逼陶阁 俄战说得也对 林阵对敌必须要以我为主 如果丞相没问题的话 干脆立刻出兵 好 天王 我们何不马上去检约大军 好啊 果然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事 天王说得对 短短三个月之内 精兵准备就绪 有条不紊 果然难得 大洲得重将之助 哪怕大事不成 岗位丞下 大军何时可以出发 出发之前 你们要先做一件事 跟我来 好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率领大军 在这一带山后的千亩粮田里 种番薯 丞相 我们的粮草已经很充足了 还有种番薯啊 总之收成之日 就是出征之时 丞相 种番薯和出兵有什么关系啊 还打破砂锅问到底 丞相说种番薯就种番薯 一定有玄机的 传令下去 谢家种番薯 谢家种番薯 跟我跟我威风啊 怎么了 干吗这么烦躁 你呀 你也不帮帮人家 你看见人家这么愁吗 你点事都没有 装大肚子是你教的吗 现在又不管人家了 还说是好姐妹 我不是吹了一口仙气到你肚子里面吗 你看看 肚子越来越大了 哇 还有心跳声呢 简直就像有个孩子在里面了 哎呀 现在像有什么用啊 怀胎失业之后怎么办 难道我生一口仙气给那个男人呢 那打掉这个孩子不就没事了 当然不行了 我的男人会怪我一辈子 我没说叫你自己打 也可以借别人的手打 哎 那个二娘不知道怎么搞的 说会跟娘娘讲恢复我们的军职 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算了 反正我们也不想领她这份情 哎 哎 哎 这两个家伙 对了 上次我们当街被人抓住 说我们调戏梁家妇女 就是他们俩搞的鬼啊 一定是这两个妖狐上了我们的身 搞得我们失去理智 抓住他们 嗯 看点 看点 嫂子啊 你要小心点 街上人很多 要是不小心啊 被撞着了 哎呀 那就不得了了 到时候回去啊 娘和大哥一定会骂死我 说我不应该带你出来 难道你让我老待在家里啊 想闷死人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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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茶木茶在那儿干什么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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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哎哎呀 二娘 我们在抓妖狐 哎 哎 妖狐 哪有妖狐啊 住手 你们听见了没有啊 亏我还在娘娘面前 大力推荐你们 你们两个却在这儿发疯 你们两个是不是不想恢复君子呀 二娘 你千万不要生气 住手啊 你们两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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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好痛啊 你怎么样啊 你没事吧 我的肚子好痛啊 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啊 这样会弄出人命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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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已经千叮万重 要你们小心照顾夫人 夫人的胎儿恐怕保不住了 啊 你们两个畜生 哎呀 哎呀 敬儿 敬儿啊 你疯啊你 就是这两个畜生 现在把二娘害成这样 你们就高兴了啊 大夫 您有没有办法救救她呀 是啊 大夫 如果真没有办法的话呢 就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大哥 干脆我们找御医吧 静儿 我想起来了 你师父说过 黑风山那儿有一颗活命灵芝 是可以起死回生的 没错 好 我立刻去黑风山采灵芝 还有啊 我也听师父说过 那颗灵芝有六面妖猴守护着 很危险的大哥 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救得了琵琶 就算是活海斗山我都要闯啊 如果能找到活命灵芝 夫人和胎儿就还有一些生机 对了 霓裳 你和娘在这儿照顾琵琶 我很快就回来了 你们两个站在这儿干什么 走啊 不行 我要跟他们一起去才行 娘 现在啊 我终于明白了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那个男人了 上刀山下活海 他都愿意为你去闯 你高兴了 高兴了 姐姐啊 你为什么不说这个孩子没了不就算了 干嘛多此一举叫他们去找灵芝呢 你刚才没听见他们说要去找御医吗 朝中啊 其人意识众多 万一来个眼尖的 一看就知道你的肚子是假的 既然你男人这么紧张你 你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忙忙好了 反正啊 他要不忙忙是不会死心的 那 那万一他们真的找到活命灵芝 那怎么办啊 你放心吧 他们这些人 只有李静有能力踩到灵芝 只要你能留得住他 就算李府上上下下的人群都去了 也都是白费心机 娘啊 您就留在这儿吧 我和金战木着去就行了 是啊 奶奶 我们和爹去采灵芝就行了 是啊 奶奶 你放心吧 你们的意思是奶奶没用了 那我还信不过你们呢 我告诉你们吧 想当年啊 我是你爷爷的副将军 和你们爷爷一起上任杀敌的 可那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 你娘我呀 到现在还是饱刀未老 夫人醒了 她在房里大呼大叫 大夫叫你们快点进去呢 快去看看 夫人 你不要这样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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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闻说了 你怎么会有事的 皮泡 嫂子怎么样啊 没事吧 没事吧 皮泡 你怎么样 金戈 夫人 嫂子 你怎么样啊 皮泡 你别吓唬我呀 二娘 你别这么激动啊 皮泡 我不要看见这个混蛋 她说我们的骨肉保不住了 大夫啊 叫他走 怎么样啊 你快点想个派法吧 你别这样啊 剑军 您报警夫人 不要咋走啊 我求求你 想个派法救你 不要动啊 皮泡 不要动啊 皮泡 不要动 不要动 不要动啊 怎么样 皮泡 你怎么样 金戈 我们的骨肉没这么容易死的 皮泡 你不用怕 微夫一定会把活命灵芝拿回来 救我们的骨肉的 金戈 你不要离开皮泡 好 好 微夫不会离开你的 你不用怕 皮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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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样啊 没事了 大夫啊 我夫人的病到底怎么样啊 夫人她知道 胎儿可能保不住之后 情绪非常激动 夫人的身体本来就虚弱 再加上受不了打击 血往上涌 现在只有将军才可以安抚夫人 如果将军一离开 恐怕夫人她会失控 到时不止是我 连大罗神仙都救不了她 甚至夫人也会有性命之余 那怎么办呢 从这儿去黑风山 起码要走两天两夜 静儿 你又走不开 那怎么办呢 爹又走不开 是啊 怎么办啊奶奶 想想办法吧 姑姑你想想办法 怎么办呢 封神榜下一集 殷师娘决战六面妖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